可能没有那么办法充裕啦 所以回去的话 建议各位就是自己回去再把这个程式delete掉 然后重打一遍 最好是旁边有个计时器 是最好的 然后做完之后 正确了 然后再看一下你都花了多少时间 如果你可以在五分钟之内的话 你去考试应该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如果每一题每一题都这样训练的话 其实说真的 考试根本一点都不需要紧张 你就一派轻松 像每次去哪个地方 人家都会问我说 你紧不紧张 就把我紧张的 都还在跟人家聊天 已经都准备好了 气氛反而你越紧张的话 你越容易出疲漏 因为真的 像我上次去某家缩减公司上课的时候 里面那个HR 我上课的时候 因为那个场面还蛮大 人还蛮多 然后那个承办人会问我说 我是你会不会紧张 看起来像会紧张 有什么要紧张的 不过他因为他要求很高 因为那种内部的训练 要课前问卷 课后要问卷 然后还要调查这一次的训练的成果 到底哪些优哪些劣 然后他们还要有个分数 五分 所以我也蛮担心他们给我很多的复分 但会有压力 但问题是你一直care这件事情 难道你就上的会比较好吗 反而我觉得适得其反 因为你会想要说 你会讨好学生或怎么样 但我反而觉得说 我就顺着我应该要讲的 我的tempo 我的步调 然后我很轻 反而我觉得最重要是轻松 因为你反而老师很紧张 然后老师上课也很 很那种气氛很僵的话 反而我觉得应该气氛反而不会太好 反而我就这样子嘛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OK 所以 题目部分也是 你们在做任何事 我觉得都是这样 因为其实压力 适度压力是有帮助 但是太大压力 其实就不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刚刚的这个106题 题目要求 我刚刚有大概讲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06题 要怎么样完成 OK 106的部分的话 一样开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把程式输入 我们先来run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符合 题目要的结果 首先第一个输入什么 它总共有三个input 三个input的话 这XYZ好了 假设三个变数 然后呢 第一个是几分几秒 第三个呢 就是距离 然后这个是km km就公里 OK 所以未来如果说单位改变的话 你就参加变化一下就OK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那在这个地方一样 我如果输入什么 10分 Enter 25秒 Enter 然后跑了三公里 那请问一下时数是几米 有没有 10.8出来 OK 那当然了 未来你也可以 这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还蛮多可以变的 那未来其实像现在很夯的电动车 有没有 简直翻电动车 慢慢发现它其实基本上就不是一台车 它是一台 有点像 比较像是智慧型手机的那种智慧车 因为它等于你会发现像特斯拉 那中控只有一个15寸的荧幕 就跟你的手机一样 然后呢 没有其他的按钮 你也找不到按钮 连你要调整 那个冷气都不知道怎么调 你一定要透过那个中控 所以说那中控你不会用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它 OK 那里面都智慧化 那里面的话呢其实很多的那个素质 其实也都可程式化 所以将来或许它还可以再加一些 类似APP的东西 之外可以自己写一些东西 然后让那个车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卖点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 那这东西会不会不可靠 可是就好像手机一样 Nokia很安全 可是Nokia再也不会有人用 Nokia以前耐摔 我记得我以前 Nokia不知道摔了几次了 从来没有坏掉过 而且最后它 其实不是因为它坏掉而把它换掉的 是因为它上面基本上没有智慧型功能 就像以后的车子 我想会不会有这种趋势 我看也有那种可能性 其实我都会有点很心动 如果有一台电动车的 那感觉 就每天都会很想要玩它的感觉 像你智慧手机拿在手上 你会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手机了 它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了 因为你看滑手机你每天在干嘛 其实都不是在打电话 对所以有时候会不会电动车慢慢以后的话 其实你在车上其实你也不是在开车 而且它其实已经有全自动驾驶功能 只是说法规不允许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套件 所以以后甚至你看很多特斯拉车主 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 在台湾不行 可是以后会不会法规通过之后 大家就很开车就不是再只是就是这样开车了 这个导演蛮好的 因为那一天 礼拜天我本来想说因为台中捷运通车了 然后市营运 我想说顺便去晃晃 就是尝鲜一下 然后结果就开车下去 礼拜天 然后开车下去之后呢 想说中午吃个饭 就要去搭捷运了 就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新闻 我还想说是我眼睛看错了 我怎么这么运气这么好 刚好到那里 真的是 所以就因为从 又从北部开车下去 其实下去还没有塞 上来就塞车了 塞车就觉得 这时候如果有电动车的话该多好 对 就自动驾驶 因为它塞车的话 还是过不去 车轮在那里 没关系 至少说你可以在车上休息 对 你可以不用说聚精会神一定要 就是要很认真的开车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反正以后可能会让开车更 是一种享受也说不一定 那有类似的 当然背后需要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软体 除了硬体之外 其实背后会有很多需要软体的部分 因为它基本上车上有很多的这个摄影监控设备 它要随时帮你 它是透过摄影机 在帮你随时监控所有道路的一切变化 OK 所以它如果有一个input进来 那你要马上去做怎么样的处置 如果那个程式写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撞车 因为像之前就有人 真的就拿特斯拉 想说自动驾驶 真的车主就在车上睡觉 那因为它没有意料说 刚好前面如果是车它会停下来 人也会停下来 但是刚好有一台车子翻车了 而且是货车 它翻车之后 翻车之后那个角度的形状 让特斯拉的镜头无法辨识说 到底那个东西是车还是什么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它就当特斯拉在思考的时候 思考很久可能已经在跑回圈 跑一个无穷回圈了 然后最后发现是东西的时候 它已经刹车了 但是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撞上去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程式它可能没有把那个图像 翻车的图像也把它建档进去了 所以有时候还需要做那个 像那个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就是要不断踹 就是把那个任何图像 任何东西都把它建档了 成熟了 所以为什么不开放可能有道理 因为它还没有训练完成 还没训练到够聪明 OK 所以当然未来深度学习 Python这个延伸 后面就有所谓的机器学习 其中一部分就深度学习 像在Google现在也做很多 像Google很多东西放云端都免费让人家用 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希望你们去帮我训练 所以像那个Google相簿 有没有 非常好用 人脸辨识有没有 比如说你们上面以前拍的人要分类 都还要人工去找 现在不用了 直接点一下 那个人脸 像我儿子的所有历来 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 通通通都全部帮你分类好了 但问题它已经成熟 很好用 可是它宣布呢 明年六月开始 开始要收钱了 因为它训练已经成熟了 OK 当它未成熟的时候用钱 但是它成熟之后就是要收钱 OK 所以这个未来当然商机也还蛮大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刚好提到 就是10分25秒跑的距离 所以如果要算时数的话 那当然 我们是可以把3这个距离 除以2分25秒 可是2分它不是时数嘛 所以必须把10分钟再除以60 把它变成小时 有没有 就是要把它变成小时 OK 那分的话怎么办呢 分的话变成要秒嘛 秒要先变分 就要再除以60 因为一分 这个一分钟60秒 然后 这个 一个小时60分钟 所以如果要变成秒的话 那就25要除以60 再除以60 也就是把10跟25 通通都变小时 然后呢 用3去除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需要的公式 但另外还有一个 它最后3是3公里 要把它变英里的话 必须要把它变成 就是公里变英里嘛 然后它这边有提示就是说 相差的话呢 就等1.6 那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把公里变英里的话 那变成要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6 才会变英里嘛 所以公式就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第一个 我们输入 10 就是x 分就把它放在y 然后一样转型 evo把它转型 那z的话我就放 它的距离 3就3公里 那所以呢 这个有个变数啦 变数就speed speed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是距离 距离的话就是公里 除以1.6 就是把它变英里 OK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除以1.6的话 那就输出结果 就是以时数来计算 如果你要英里的话 那你就是除以1.6 OK 那后面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变成 把分钟跟秒变成 就是一个小时 所以哦 x的话因为分钟 所以除以60 再加上呢 y是秒 秒的话变成小时的话 那就是除以60 再除以60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OK 先距离 除以 时间 时间是要小时 OK 也就是说我把x分钟变成小时 y也变小时 把它相加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speed 它的时数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之后 最后的话 把这个speed再做输出 所以最后print print什么 print一样 我们给它一个字串 那我们来看题目呢 题本的话 它输出结果一定要是speed 等号前后都空白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speed 前后空白 这一串呢把它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这个print的输出 这个里面 那后面的话呢 就放小数点 记得第一位 所以小数点第一位 就是在 这个等号 那个等号空一格之后 后面加个大刮弧 然后移到中间 冒号 点第一位 EF 后面的话再打上什么 点 format 然后刮弧 那把什么呢 把这个speed的这个变数呢 把它放到这个 我们的format里面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再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 所以输入10分25秒 跑了三公里的话 那时速是10.8mine对不对 对没错 当然啦 如果假设啦 你假设要把它变成 时速的话 比如我跑10分25秒 跑三公里的话 时速是多少 那你当然你可以把 例除以1.6把它delete掉 假如这样啦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它delete3分25秒 跑三公里的话 时速就是 诶 时速就52 这太 打错了 三分应该是10分 如果是10分25秒 的话是3公里 诶对 17.3 OK 所以 就像说假设 距离 如果像 像如果火车好了 捷运的话是 如果我从台北车站到松山车站 松山捷运站那边的话 跟火车谁比较快 应该火车比较快 因为火车东西没停 OK 那我算过它大概5分钟 5分钟就可以从台北车站到松山车站 那它们距离大概5公里 所以时速是多少 它跑了5分钟了 5分 0秒 然后跑5公里 时速多少呢 60公里 OK 用这样的可以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有没有 如果用mine的话 那就再除以什么 除以 1.6 有没有 就是把它换算成英里 除以 所以以后的话 像有一些 之前早期美国进口的汽车 它在那个时速表上面都显示成mine 所以有人一直开 它以为是时速 然后就开很快很快 怕17块 为什么我开这么快 我时速才60而已 其实它60 实际上它已经开100了 因为60mine 大概就是时速就100了 它想说 我开很快了 100了 我开很快了 什么时速表才是60 原来它开的是那个美式的车辆 是美规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有换算公式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给做出来 画面试 第五个程式设计 为什么 为什麽 点1f 因为渠道小数人的第一位 题目里面有说 对对 题目如果说是渠道小数人第一位的话 那就点1f 如果第二位的话就点2f OK OK 拜拜